叙利亚击落了美军飞机 乌克兰F16遭遇首杀 那相应的奖金算谁的呢 这两天有两个消息有点意思 一个消息说美军飞机空袭叙利亚境内 和伊朗相关的目标的时候被击落了 有图降落伞的图 有视频残骸的视频 而且是总台记者获悉之后转发的消息 理论上讲应该是真相 另一消息说是乌军刚刚到获的第一批F16战斗机 就那六架里边就舍了一架变五架了 而且这件事是乌克兰方面已经自己承认的 显而易见这两件事肯定会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没准还能上升到立场问题呢 比如已经有人开始分析说 前一件事中美金居乐的飞机是什么型号 后续有什么重大影响等等 还有独家披露 所以我看了看照片跟视频发现挺有意思的 降落伞的照片跟残骸的视频 貌似根本不是同一件事 是被某些媒体拼接到一起的 我们先看视频吧 看看这个残骸实际有多大 好像和一个沙发差不多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小东西里要是还有飞行员 被击落之后还能跳伞 那就基本可以确定 我们已经遭遇了宇宙中一个更高等的文明了 然后再看看照片上那个橙黄色降落伞 早在2021年2月的时候 就有伊朗官方媒体介绍过这件事 这是伊朗的莫哈捷6型查打一体无人机 因为技术故障掉下来的时候留下的照片 只不过那架莫哈捷6号没有烧成交态 而是基本完好 伊朗官方提前三年就说 这不是2024年击落的美军飞机的降落伞 这么着急给美军洗地 可见伊朗官方也是隐藏的够深的 顺便再提一句 美军飞机的降落伞是五种颜色的 不是橙色单色的 因为咱们招兵招军官 肯定要求身体状况良好 美军招军官的时候允许有色盲 还有我也不明白 权威媒体记者干嘛那么着急筛文章 人家各地方卫视各省台的融媒体 不是还坚持立场的吗 再说第二点事 乌克兰的F16如何损失 目前也有两种说法 有人说是俄罗斯打的 也有人说是技术原因坠毁的 那么首先就要看一看 这架F16在哪摔的 如果是东部靠近前线的位置 那么被俄军击落的概率很大 乌军手里这些F16 虽然经过过一些现代化改装 升级改造 但毕竟不是F315 没法对俄军的飞机 或者是地面防空火力 形成优势代差 有可能是被伏击掉的 但是如果按照公开说法 是在乌克兰西北部地区 参与拦截俄军导弹和无人机的时候坠毁 那么这个地理位置就不是俄军能够得着的 俄军前段时间连续损失A50U预警机 现有的预警机用于本土防空都不够 没法把观察范围扩大到乌克兰西部 特别是拦截无人机跟巡航导弹 需要F16低空飞行 那么俄军的雷达探测距离就更不够 所以俄军击落的说法 技术上讲可能性不大 不过有一个说法认为可能是乌军自己防空体系 没有能够准确的辨识出F16 结果就在F16拦截巡航导弹的时候 发射了爱国者导弹 把F16击落了 这个说法当然未经证实 不过从技术和战场环境分析 这个说法倒是容易讲得通的 因为就算是美军自己战场上都有过爱国者导弹阵地 抵我识别错误 火控雷达就照射锁定了F16 F16的飞行员就是无奈之下 只好发射AGM-88反复射导弹 干掉了美军自己的爱国者雷达的战力 美军自己都出过问题 更不用说乌克兰了 乌克兰很多指挥通讯手段 是建立在民用平台基础上的 比如说一直依赖民用互联网体系 所以它的整个稳定性可靠性一直就很差 那么很有可能是自己的防空阵地 和自己的战斗机在指挥体系上 就没有做到情报和战场态势信息 有效融合 那么乌军F16拦截巡航导弹 也要飞低空 也要飞慢一点 防空体系的操作人员如果紧张 就会把乌军的飞机当成巡航导弹 都是低速低空目标 可能就真的打错 所以战场上一般还是要把战斗机的防空区域 和防空导弹负责的防空区域要划分清楚的 如果出了错 那还真是空地协调出了问题了 不过虽然飞机可能不是俄罗斯方面击落的 但是莫斯科可能也需要研究一个新问题 因为按照规定 第一个击落乌克兰F16的能拿到不少奖金 那么如果这架F16不是故障坠毁 而是乌克兰的爱护着导弹亲自击落的 那么这钱给不给呢 乌克兰方面拿不拿呢